你一定要先下載這個資料 然後下載資料變成像這樣的一個資料 那怎麼變呢 我們會需要用到兩段程式 兩段程式其實雲端上都有 如果你會寫一點程式 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然後第一步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不要直接拿這個 因為你如果用它沒辦法復原 所以我是直接Ctrl鍵按住 拖拉這樣子 放開有沒有 就會有一樣的這個 如果你做錯了要重來 很麻煩 第一步 OK Step 1 Step 2 就是你必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然後開發人員在這個位置 箭頭有沒有 然後會有一個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 這個要打勾 打勾之後 按確定才會出現 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因為另外還有同學 我問到說它的電腦剛好沒有這個箭頭 那怎麼辦 沒關係 另外一個地方檔案有沒有 檔案喔 選項 檔案選項 這邊也有制定功能區 一樣可以找到開發人員 這兩個地方 你們看哪個比較好記 這個也可以 或者檔案選項 選項 OK 然後制定功能區 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 那開發人員打開之後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叫Visual Basic 其實就是VBA 然後呢 我們進到VBA裡面呢 只需要做兩件事 第一個的話呢 打開嘛 這個我按確定 接下來呢 就進到Visual Basic 貼上這兩段 貼特別是不要亂貼 我先把它恢復到原來你們打開的狀態 你們可能打開長這樣子 OK 所以喔 再來你開啟 假設開啟開發人員 然後進到這邊呢 你只需要 先在這個地方按右鍵 插入模組 因為 以後所有的程式 你只要寫成 基本上都寫在模組就對了 所以你按右鍵 插入模組 OK 所以 這個是Step1 那Step2的話呢 就是把雲端上 那兩段程式貼上 執行就可以了 貼的方式喔 OK 貼這樣子 貼的話 其實就是這兩段 或者你 底下 這一段 然後 這個是第一段 C 然後直接貼到這個白色的區域 然後 第二段的話 這個嘛 那你只需要怎麼樣 去執行它 那執行的方法就是 優標先放在 這一段 記得喔 這一段中間任何一個位置 然後呢 把它做執行 它就會 這個是合併到同一個範圍 所以你合併總共五個範圍變成一個範圍 它就整個 你按Ctrl向下 它就會到 389 那第二段呢 它實際上就是幫我把它合併成 三個範圍 你怎麼知道 Ctrl向上 Ctrl向上 OK在這裡 這樣子的話呢 有沒有 就 1 2 3 位置呢 請你再把這個移到前面 並且給它 蘭位名稱 所以這邊喔 如果要把它移過去 先選F欄 按右鍵減下好了 然後再到F 再到D欄 把它什麼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有沒有 你剛剛減了 這樣就OK了 上面再加蘭位名稱 蘭位名稱的話 就是什麼呢 郵遞區號啦 然後最後這個欄寬把它搶一下 這樣是最後的結果 好 請各位試一下喔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VVA的部分加一下 那如果有這個資料呢 我們後面才能做查詢 那今天呢 當然最後呢 我們會希望得到的就是 可以有一個圖表